七月一合已经正式正日苏家 健康随着电池方标专案勤募 家庭出带微信联开车顶 违法违规的证书 青春专案收集 加基市警察局第二军局办门派出所 率先查核少年放下微信联开车 以及去世持有第三件特品K他命 七月一合已经正式正日苏家 健康随着电池方标专案勤募 家庭出带微信联开车顶违法违规的证书 青春专案收集 办门派出所在普通路口 发现一名少年 加速BMW百万名车实在可疑 经过调查才知道是没教加速 才16岁而已他还没有驾照 所以我们看他就16岁而已 驾驶着BMW车辆 所以相当的与他身份就是不相称 所以预览差才发现他身份都是K位 在车来警人也发现一包K他命 警方用科学办案 青春专案收集 方表车骚动 为全国收拾 那全台同步支援青春专案 那个本派所在7月1号00时 两分立即查过少年是算全台的第一届 那也呼吁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要从事正当活动 那切勿吸毒 拉K或飙车 警方向佑青少年不能接受毒品 以免危害一生 谢谢新闻 超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彩虹波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